以前我們 上一代人回鄉 回到廣州要一整天 現在一天來回三次 港鐵最慢 135 港鐵應該是135 高鐵是300多 2個而已 高鐵是350 民航機就有800至1000公里 由民航機是800至1000公里 普通的和諧號搭過 但是你說和諧號接著就叫什麼 復興號就沒有搭過 和諧號就當然很好 很舒適 有啊 不知道你有哪個照片 我們之前由南銀站 去長沙 好像一會兒到目的地 起碼廢了 又可以打牌 又在旁邊 噴他們下來慢慢打牌 可以喝東西 阿嬌又答過一下 絕對舒服的 都穩定的 絕對舒服 沒有香港的地鐵那麼傲 沒有香港的地鐵那麼傲 有些像騎馬一樣的 已經是4、5年前的事了 我估計 但是快 今天也是快的 都舒服的 還有新的 你覺得穩定嗎 穩定 這些東西 我想中間那個 最長是他 哈哈 智能感知技術 現在應該是智能化 為什麼 我看到智能就是這樣 是智能化而已 智能感應技術 通訊系統 因為火車也有通常是一樣的 車掌人手高超 我覺得不會體驗在這裡 穩定安全 又不是完全靠車掌的高超技術 你猜吧 智能感應技術 哈哈 哈哈 時速 他不會比飛機快的 我覺得 他可能 如果你是高鐵 350的話 我猜他頂頭都是 400至500左右 500 我猜了500左右 600 你在哪裡聽話 就是新聞 是在媒體上看的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左右 飛機要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那我想要四個小時 三到四個小時 十度 那便快了 是啊 那何時有 有空去看高鐵 現在鐵路發展成功 好 到時候也會 OK 有時間的話一定會 是 如果有空一定會 好 我跟朋友說一下 創科 霍南 散花 放水 散花 那 我們 不說 我們 回憶 是 當 我們